OK,我们开始讲文件特色 首先我们在之前演示demo的那个地方 我们新建一个目录 新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叫file test 然后进入这个文件夹之后 进入这个文件夹之后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倒没有必要再去用npm去处置化 因为我们这个演示用不到npm的插件 我们直接用node.js原生的对话 好,来了之后我们在file test里面 我们就直接建一个 test1.js 然后从这里面我们就开始写 首先我们要引用两个比较基础的酷 就是requirefs 然后还有pass fs就是文件操作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酷 然后pass就是路径操作的一个基本的酷 为什么使用pass呢 因为 Windows和Linux或者Mac的这个路径拼接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 Mac的拼接方式可能是这样 local 然后etc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 然后Linux可能是这样 比如说 cpn 然后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对吧 他们的拼接方式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统一的处理方式 把这个目录的拼接方式给它搞起来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file test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叫做data.tst的一个日志文件 这个格式嘛 无所谓 叫tst也行 叫log也行 总之它是个美美文件对吧 然后我们的呢 在里面呢随便 456789 随便写点什么 然后保存 这个呢就作为一个我们的测试用的一个测试的文件 然后我们去获取这个文件的目录 file name 复制成 通过pass.resolve pass.resolve 就可以拼接目录 然后这个下滑线 两个下滑线 两个下滑线 第1个name就是当前这个gs的一个目录 这个是动作gs自带的一个变量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全局变量 直接写就行 然后因为它是当前目录下的一个data.tst嘛 然后把这个给它写上就行 就是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处理这个路径 处理的路径是什么呢 是当前目录再加一个data.tst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文件 对吧 好 获取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先去读文件 读取文件内容 好 fs.readfile 然后把file name给它写上 readfile就是读取文件的一个内容 然后它是eboot的 eboot的回调呢 第一个算数都是error 然后data是第二个算数 如果遇到error 我们还是一个道理 如果遇到error 我们就直接打印一下 然后并且return就好了 好 如果遇到没有error 如果没有error的话 就直接去把这个data打印出来 console 叫log data.toStream 因为这个data获取了之后 原生它是一个buffer 它是一个二进制类型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 通过这个toStream的方式 给它变成字符串 类型的才可以 我们这可以记一下 data是二进制类型 然后需要转换为字符串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文件读取 就已经搞定了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test1.js 大家看打印出来就是123456789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文件的内容 这要注意 你可能在其他地方 学这个文件操作读取文件的时候 可能注意不到 就是我们这个文件里面 有了123456789 对吧 虽然说只有三行 一共9个数字 这个data候选的出来的时候 是全部的这些数字 对吧 是全部的这些文件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设想一个极端的例子 如果这个文件里面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内容 多少个呢 比如说100个G 甚至1T的内容 没说那么大 就1G吧 就这个文件里面 一共有1G的内容 你可以把这个文件想象成什么 想象成一个电影吧 一个电影 现在一个电影 好像都有三四G 对吧 四五G甚至都有 然后内容是那么多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读取的话 这个data里面 当然如果电影的话 就不能图辞论了 这个先不管它 假如说它是有三个G的自乎串 然后我们这个data里面 是不是也应该是 那三四个G的内容呢 答案是是的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 就一下子发现了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考虑到 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所有端要考虑 CPU和内存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样肯定是 是完全不合理的 因为你在所有端操作的文件 很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文件 对吧 因为你写了一个程序 不可能告诉服务器说 这个程序只能处理一个特别小的文件 如果大文件 你就不能给我处理了 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 这样的话你程序员是不合格的 对吧 所以说如果这个data里面 获取的是所有文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内容的话 首先你的内存肯定是吃不消的 对吧如果是三个G的内容 那你这个data就要占三个G 占三个G的内存 我们说过一个进程 在操作系统中的最大内存是有限制的 你如果是一个文件 读出来之后占这么大 这肯定是会有严重的问题的 所以说这儿是有很大问题的 OK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们下期再说 我们先继续 这是读取文件 对吧 然后呢是写入文件 写入文件 我们可以先把读取文件出示范 写入文件肯定还是要引用fs 引用pass 然后要引用出来 然后 我们先定一个content 写入的内容是什么呢 比如说 这是新写入的内容 然后换号 好 这是要写入的内容 对吧 然后还要定一个option option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推定一个叫flag 写入的内容到底是追加还是重写 要追加写入 什么叫追加写入呢 追加写入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 直接从后面接着写 就不覆盖之前的 如果想重写呢 重写就是说覆盖 如果覆盖呢 用什么呢 就不能用a了 a是append嘛 追加 覆盖的话就直接用w就好了 就是write 好 这两个定义完之后 我们就执行这个fs.writefile 上面是readfile 那这儿是writefile 第一个参数是file name 就是写入的文件的名称 第二个参数是content 我们要写的内容 第三个参数是option 就是我们要定义的写入的方式 好 第四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呼叫函数 呼叫函数 因为写入嘛 它不需要返回什么 它只需要返回一个有没有报错就好 我们就只需要把这块就靠背过来就好了 就是说如果有错误的话 我们就这也不用return 就打印一个错误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要写入的一件的一个代码 我们看一下 执行 执行什么的没有输出 那就说明正确 我们这儿确实没有输出什么东西 我们只需要再看一下这个文件里面就行 大家看一下这个文件里面是 这是新写入的内容 说明是而且有个换号 对吧 说明是我们的写入已经成功了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再执行一下 它应该还会加一行 我们看 是不是又加了一行 好写入已经成功了 那同理 我们在说这个readfile的时候 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吧 写入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 就像日志来说 我们每次都写入一行 每次都写入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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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执行这个fs.readfile的操作 这也是一个很耗费内存的一个情况 知道吧 因为你执行这个readfile 就要打开文件 就要执行这个文件和进程和文件 之间的一个操作 这会也是很耗不性能的 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要想一次性的 写入很多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 这content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它有3G或者4G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就我们想要写一个很大的内容 去一个文件中 这个地方不管是覆盖还是追加 反正这个content内容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是三个G四个G 那你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写的话 那将会是一个三代性的后果 因为你的content是一个GS变量 对吧 跟这个地方的data是一样的 content是个GS变量 然后需要通过GS这个进程来去 跑起来来去执行这个readfile的操作 如果这个内容非常多的话 那你这个进程的内存可就吃不消了 对吧 比如说 这么说读取文件和写入文件都不有很多问题 好我们先把问题聊一遍 我们先继续看完 接下来是 判断文件事物存在 这个时候比较简单 从fs.exists 就会去判断 然后file name输入 好然后它的回调里面呢就是有一个 它回调里面呢要 让一个三处去接收 就是这个exists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判断它是不是存在的一个 就我们可以直接打印一下 exists 好 我们现在判断一下这个data.js data.js data.js是否存在 好 true true就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再加一个 比如说data.js data.js 看是不是存在 false 是吧 没有存在 当然这个判断是不是存在也是一部的 基本上所有的文件操作都是一部的 ok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我们常用的一些文件操作都已经搞明白了 就是主要的 其实判断存在的这个还比较简单 主要的就是这个读和写 读和写看似很简单的语法 看似也可能是比较好用的一个语法 特别简单 特别容易理解 但是呢它却存在了一些 我刚才已经说过的一些 内存上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作为一个sorten的开发者 作为一个nata.js的开发者 你必须要去考虑这些问题 必须要去关心这些问题 而且必须要去找到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才可以 当然 这个解决方案不用你自己创新 nata.js或者sorten 系统早就为你考虑好 所以说你只需要学习就好 员 不评论